WTT澳门赛继续进行,在32强淘汰赛,国拼名将樊振东出场,对阵黄振廷,经过三局较量,樊振东以3-0的比分战胜对手,晋级16强。 不得不说,樊振东的稳定性远胜张本智和,后者可以连赢国拼选手,但是也能爆冷输给法尔克。 看到樊振东的状态,相信刘国梁会非常满意。 结束成都士兵赛后,国拼的高手们马不停蹄来到澳门,参加WTT冠军赛,32位顶级男单高手争夺最后的冠军殊荣。 首轮比赛还是由冷门出现,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就出局了,一笔三输给了法尔克,因此樊振东不能大意, 虽然黄振廷的世界单打排名只有27位,但是对手的实力还是很不错。 双方第一局比赛,黄振廷在开局阶段的状态不错,取得3比0领先,一记正守直线球得分,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。 樊振东随后开始得分,当国拼世界第一迫使对手出现失误后,王浩怒吼庆祝,很快,樊振东轻松追到3-3平局。 两位高手的比分陷入胶着6-6后,樊振东发球,随即一记抢拉得分,将比分扩大到9-7后,樊振东的表情轻松了不少。 又是漂亮回球后,樊振东拿到局点,随后以11-7拿下第一局,总比分以1-0领先。 来到第二局比赛,樊振东解决了慢热的问题,在摸清黄振廷的套路后,国拼选手非常自如,很快取得了3-0的优势。 接下来一球的争夺,樊振东回球触网,而黄振廷打出高质量回球,追到了2-3。 眼看对手追分,樊振东顶住压力,反手反复压制对手,拿到1分。 7-2后,樊振东再度得分,优势来到了8-2,对手很顽强,连追了2分。 由于双方都很放松,开始了精彩的对攻模式,现场球迷纷纷较好。 当对手追到6-8后,樊振东喊了暂停。 比赛恢复后,黄振廷继续追分模式,两人对攻,樊振东丢分,仅仅领先1分。 关键时刻,樊振东拿到1分,9-7领先,自己释放了一下,怒吼一声,又是正手连续进攻,樊振东得分,10-7拿到局点。 这局比赛,樊振东以11-8拿下。 第三局比赛,樊振东的气势十足,一路领先,11-7。 最终,樊振东以3-0的总比分淘汰对手,晋级下一轮比赛。 虽然樊振东赢了,但国拼球员表现有习有忧。 新科士拼赛女单冠军赛会3号种子王曼玉在与华裔名将袁佳南的比赛中状态起伏不定。 他在大比分2-1领先时被对手连赢两局,总比分2-3戏败给对手,无缘女单16强,爆出了澳门赛开赛以来,最大冷门。 赛会3号种子王曼玉首轮比赛对手是华裔名将袁佳南。 本次比赛,王曼玉主管教练肖战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没有随队前往澳门,这样外界对王曼玉在本次比赛的前景感到一丝丹忧。 事实证明这样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虽然国评女单教练马林坐镇场边指挥,但双方明显配合不够默契,最终王曼玉出人意料地落败出局。 第一局比赛王曼玉开局取得4-0领先,落后的袁佳南并没有慌乱,他连续得分,把比分,追至8-9,局末王曼玉顶住压力连得2分以11-8,先胜一局先升夺人。 拿下第一局之后,王曼玉并没有乘胜追击,第二局比赛一开始就连续出现失误,袁佳南成绩拉开,比分至8-3,王曼玉无力追胆比分,袁佳南以11-5扳回一城,双方前两局战成1-1平。 第三局比赛双方前半程争夺激烈,比分交替领先,王曼玉在后半程发力连续得分,拉开比分,并以11-8,再下一场,大比分2-1反超。 第三局比赛王曼玉再次莫名其妙失误开局,袁佳南连续得分以6-1领先,对方拿到局点后,王曼玉才如梦初醒连续追至9点10分。 可惜失误,再次葬送比赛,袁佳南以11-9胜出,并颁平总比分。 决胜局比赛王曼玉开局0-5落后,追至10平后连输2分,最终10点12分2分惜败,总比分2-3不敌华裔选手袁佳南,爆出开赛以来,最大冷门。 另外一场比赛中,日本名将石川佳淳与张安展开激烈争夺,本场比赛石川佳淳掌控比赛主动权,最终他直落三局,以3-0横扫对手,强势晋级女单16强。 成都士兵赛男团半决赛还历历在目,中国队与日本队的较量,可谓惊心动魄,扣人心弦。 中国队在大比分2-1领先情况下,第四盘比赛由樊振东对阵日本的张本智和,最终樊振东输掉这盘比赛,场上大比分变成2-2平,等于把中国队推到悬崖边上。 决胜盘中国队出场的是王楚清,他顶住压力,3-0横扫对手,也把中国男团送到了决赛。 而张本智和也是联姻王楚清和樊振东,尤其对阵樊振东的时候,1-2落后,又3-2逆转了。 像樊振东这样稳定的球员,为何还能让张本智和逆转呢? 其实大家了解樊振东的都知道,樊振东属于慢热型选手,后来比赛途中换衣服,用了很长时间,这个换衣服的期间,就是樊振东2-1领先张本智和的时候。 张本智和用换衣服的间隙,调整了自己,反而樊振东这时候手感已经凉了。 有比赛经历的人都知道,手感凉了以后的再回到赛场上,那最终的结果确实难以意料。 张本智和在自己家乡露脸了,战胜樊振东后狂欢后,他兴奋地躺在地板上,吼声震天响。 士兵赛在成都举办,四川还是小张本的故乡。 虽然小张本03年6月27日出生于日本工程县先台市,但他的祖籍就在中国四川省。 这次能连胜中国队两人大将,是不是沾了一点家乡的光? 不少球迷都不喜欢小张本,但不能否认他打球越来越成熟,越来越厉害。 在7月的WTT冠军赛男子单打决赛中,张本智和击败了中国选手林高远,而且是超级大逆转。 这次又连胜王楚清,樊振东,这都说明如今张本智和已经成为世界顶级选手,而且今年他才19岁。 本来小张本就有冲击冠军的实力,所以和中国队的任何一个有冠军头衔们运动员作战,都只是一场球的好与坏。 不能说小张本连赢两位,就把国拼的运动员所付出的给磨灭了,几年以前小张本猖狂地说只要赢了马龙,乒乓天下就是他的了,结果呢,这几年打败他的不在少数,所以当今拼坛。 包括排名第一的樊振东,他也不可能场场赢,平时国内的赢他的也大有人在,理性看球,一场球输了,是为下一场打击楚,为国拼加油。 虽然张本最后爆冷输给眼镜霞,但是还是希望张本调整自己,越打越好。